警方昨晚在旺角施放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後 衝突未有平息 凌晨過後在彌敦道和山東街交界 示威者重設路障 警員一度施放胡椒噴霧驅散 警方至今抓了最少86人有9個警員受傷 先由竹子音報道凌晨過後在旺角的衝突 凌晨2點多幾十個示威者在彌敦道近山東街 拿著路障排成一列 向波蘭街方向推進 被警方阻止將他們推回頭 又舉起紅旗警告要求示威者停止衝擊 雙方繼續推撞 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噴霧 有人被警方帶走在地上被拉斜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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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撞期間 警方出動警棍敲打 情況 有示威者就丟東西 也有部分示威者擋在其他人面前 阻止示威者衝向警方 持續大約半小時後 氣氛稍為緩和 但雙方繼續對峙 警方和示威者對峙期間 在山東街這個位置 見到他們都分了兩批人在戒備住 見到警員 都是戒備住 盾牌和警棍 都沒有鬆懈到 有先電視記者 竹志欣 記者竹志欣 現在仍然在尼敦道和山東街交界 竹志欣經過一晚衝突之後 現在還有多少示威者在對峙 如果在山東街對峙這個位置 大約有百多二百名示威者 都仍在這裏 現場見到這裏 氣氛很明顯 比起凌晨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緊張 一般見到大部分人 都已經坐在那裏 但警員都沒有鬆懈到 見到他們每個都戴上頭盔 和盾牌 還有警棍都在戒備住 其實原定今早 就會對尼敦道這裏 進行清拆行動 知不知有沒有變數 原定代表的士團體那邊的律師行 早前就發表了一些通告 就是說今天8時 就會由執法主任去執行禁制令 但一會兒有沒有變 就真的一會兒才會知道 謝謝 麻煩你繼續留意現場情況和談到這裏 警方昨晚9點起 將示威者沿著山東街 推向新田地街 部分示威者就轉到去山東街 用障礙墨塞住馬路 警員到場驅散 期間再度施奉催淚水劑和胡椒噴霧 有多個示威者被捕 由許明進報道 昨晚9點多 大批警員沿著山東街 逐步將示威者推向新田地街 期間施放催淚水劑 並同示威人士推撞 一度施放胡椒噴霧 多個示威者被警員西伏 按在地下 多個示威者被警員西伏 按在地下 警方就再度施放胡椒噴霧 大批示威者 站出馬路 多架汽車都塞住了 部分乘客和司機都要下車 有巴士乘客不滿 我看到飛機的 有沒有搞錯 沒理由這樣戰 今天又說了 頒佈了這個 吉特蓮的命令 他們不對 這樣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一批示威者 走到渡船街 將一些鐵馬和舊架 放在馬路 用索帶綁起 組成路障 有交通警員趕到現場 途將路障移走 期間將暴控圍欄 拋向側近示威者 多個示威者 又將障礙物放回馬路 和警員對馬 一批警察 騎後增援 警員 警員繼續驅趕 並且制服部分示威者 不夠半小時 有示威者 打算在山東街 重新隔設路障 大批警員 揮動警棍 驅散示威者 混亂期間有警員受傷 面上有血跡 警方帶走多個示威者 並且再噴胡椒噴霧 之後逐一張示威者 用來架設路障的卡板搬走 有線電視機 再去名像報道 示威者在昨天 艾曼開始在波蘭街聚集 警方噴催淚水劑驅散 示威者退到山東街 上海街等多處地方 與警方對峙 驅散期間 有人從高處 釘了一些懷疑是漂白水的液體 有多人被遷撞 陳婉婷報道 警察警察警告後半分鐘 站在高台上的警察 開始對著逗留在波蘭街的示威者 噴催淚水劑 警方說催淚水劑屬於和胡椒噴霧一樣程度的武力 警方說催淚水劑屬於和胡椒噴霧一樣程度的武力 警方說催淚水劑屬於和胡椒噴霧 警方說催淚水劑屬於和胡椒噴霧 示威者上前增援 又遞上口罩及頭盔給其他示威者 警方發出廣播要求示威者離開 否則將武力升級 示威者後退期間 有人在朗豪方旁邊一棟大廈的高處 等華爾漂白水 有人被淺中 部分人要用清水洗眼 有示威者爬上地盤頂 警察向他射出淚水劑 他再向地面扔竹枝 期間情緒激動 然後有警察爬上去 將他拖回安全的位置 同一時間大批警員 繼續向油麻地方向推進 繼續噴催淚水劑 本台的攝影機也被射中 後排的示威者 開始向前傳上雨傘 警方再走入人群 私放胡椒噴霧 有人跌倒 便退 邊退 鋁鐵馬阻礙警方向前走 部分示威者之後轉出梅敦道 行动中警方带走多名占领人士 有线电视记者陈宇婷 Lao新闻台一个工程人员 昨晚在旺角採访期间 被多个警员制服在地上受伤 说他习警 Lao新闻台发表声明 对警方表示极度愤怒和遗憾 从Lao新闻台的片段 姓李的工程人员突然被人扯开带走之后 被多个警务人员禁在地上 同行的记者上前解释 但是不受理 并且被警员推开 警方说他涉嫌集警将他拘捕 他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 送去广怀医院治理 Lao新闻台发声明 说被捕工程人员 当时正是同一个记者 以及一个摄影师 直播警方驱赶示威者行动 工程人员即时表露身份 但就受到暴力对待 声明说警方这种行为 严重侵犯新闻自由 会作出资认跟进 另外法庭执达主任将会在今日 去到旺角尼敦道占领地区 执行两个的士团体拿到的禁制令 清除障碍物 禁制令的有效范围 包括亚街老街 和灯打市街之间一段的尼敦道 执达主任稍后会到场 要求占领人士移除障碍物 警方昨晚发表声明 说会全力协助执达主任 执行有关的命令 有需要的时候会拘捕 阻挠执达主任执行职务的人